九玉剑帝 第四千二百四十一章 不死不休 作者 邵宇 子剑圣皇相信 若思他可以将所有的剑道图腾都得到 完整地参悟那剑道图腾之中的残缺剑术 他的剑道 将会达到所有人都未曾达到过的巅峰 所以这关于剑道图腾的秘密 他一直是埋藏于心底之中 都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 但是显然 现在的储封眠 也是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 知道了这个秘密 不过极有可能 也是储封眠自己参悟出来的 毕竟 一旦是可以参悟出 这剑道图腾中残缺剑术玄妙的舞者 又有谁会去将这个秘密暴露出去 剑道图腾一共十九座 得到的越多 越是可以残缺其中残缺剑术的玄妙 若是这秘密暴露出去 便是相当于给自己再增添一位竞争者 这样的事情 没有人会去做 而且 子剑圣皇 也是 从来没有遇到过 知晓这秘密之人 眼前的储封眠 却是他所碰到的第一个 也许也是除了他之外的 最后一个人 毕竟能够得到剑道图腾的舞者 都是少之又少 更何况这剑道图腾之中的那残缺剑术 更是隐藏极深 子剑圣皇曾经也是有着大机缘 才最终是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所以他不相信 还会有其他人知晓这个秘密 因此 现在对于子剑圣皇而言 他唯一的竞争者 就是楚风眠了 只要是能够 今日杀了楚风眠 那么这剑道图腾的秘密 还就可以再度地隐瞒下去 而且 既然是楚风眠参悟出了这个秘密 那么便是意味着一件事 那就是 楚风眠的身上 绝对也存在着剑道图腾 没有剑道图腾 根本是无法参悟出其中的残缺剑术来 而且想要参悟这残缺剑术 一座剑道图腾 远远不够 楚风眠的身上 至少也有着两座剑道图腾以上 这紫剑圣皇的眼神之中 都是浮现出了可怕的杀机 现在对于紫剑圣皇而言 他已经不在意楚风眠的资质了 他在想要做的 不是镇压楚风眠 夺射楚风眠 而是要将楚风眠直接斩杀了 只要是可以斩杀楚风眠 他也将再得到至少两座剑道图腾 这两座剑道图腾之中的残缺剑术 也足以施令他的实力更进一步 冲击更高的境界 而且若是今日 没有能够斩杀楚风眠 未来楚风眠躲藏起来 他也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现在楚风眠就在紫府宫之中 对于紫剑圣皇而言 也是最好的机会 死吧 这紫剑圣皇也是彻底的下定决心 他今日必须是要斩杀楚风眠 不管是楚风眠还是现在 这紫剑圣皇几乎都是下定决心 要斩杀对方 这一战不死不休 嗡 就在这紫剑圣皇开口的一刻 他猛然凌空一抓 在那紫月天海之中 突然一股股的紫色海水凝聚 这些紫色海水凝聚在了一起 当即是化为了一道道的剑光 这样的剑光 数以一计 随着紫剑圣皇随手一挥 这数以一计的紫色剑光 便是同时冲着楚风眠斩杀而来 主宰五道 这剑道之中 竟然是蕴含着主宰的威势 楚风眠看到这亿万紫色剑光斩杀而下 他也是认出了 这一招应该是主宰五道 只是这一招本身 应该并非是剑术 而是紫剑圣皇 在得到了这主宰五道之后 将其中的玄妙参悟 最终创造出了这样一道剑术 将主宰五道的玄妙 化为剑术 这一道剑术 虽然是远远比不上楚风眠 创造出的九玉剑术来 但是却也称得上 是天下间最强大的剑术之一了 这一招 便是被称之为紫剑绝境 在这亿万紫色剑光的斩杀而下 任何的舞者陷入其中 都便是如同陷入到了绝境之中 就连高阶圣皇都难以在其中全身而退 近乎是刹那之间 这亿万紫色剑光便是同时斩杀而下 周围的空间都是被彻底封锁 不留任何的缝隙 让楚风眠几乎是无处可躲 不过楚风眠本就没有想要躲闪的想法 他也是动了必杀之心 现在这紫剑圣皇 也是打定主意要斩杀楚风眠 对于楚风眠而言 正合他意 这紫剑圣皇既然是不准备逃 那么对楚风眠来说 更是有着更大的希望 可以斩杀这紫剑圣皇 只见楚风眠手中太初剑缓缓抬起 一抹剑意凝聚在太初剑之上 九玉 归一 火 水 风 土 金 五大法则之力汇聚在了这太初剑风之上 同时爆发 轰然一剑斩出 就在这空中化为了一道数百万丈的剑气 这一道剑气 横扫一切 无所抵挡 冲天起 那亿万紫色剑光 斩在这一道剑气之上 竟然是丝毫无法将其撼动 反而是其中的力量都被尽数吞噬 楚风眠打出的这一道剑气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刹那之间 便是逼近了那紫月天海 紫咒 紫剑圣皇看到这一幕 也是再度长笑一声 那亿万紫色剑光 却是刹那间 汇聚成为一体 化为了一道巨大的紫色剑光 这一道紫色剑光 将天地都给渲染成一片紫色 如同昼夜 紫色的昼夜 力量汇聚 这一道紫色剑光 便是凌空斩下 跟楚风眠打出的剑光 碰撞在了一起 哄 两股力量的碰撞 爆发出的余波 便是向着周围扩散出去 哄蹦蹦 楚风眠的身躯 都是被这一股余波所笼罩 凌空飞了出去 撞击在了这紫府宫的 一座宫殿之上 而另一边那紫剑圣皇 几乎也是一样 被这余波的力量 都打飞出去 这样层次的力量 就算是交手的楚风眠 跟紫剑圣皇二人 都已经是无法从容地 将这余波抵挡住了 你 你没有受伤 怎么可能 你的肉身 怎么可能如此强横 余波散去 楚风眠跟紫剑圣皇 又再度回到了天空之上 那紫剑圣皇看向楚风眠的方向 打量了楚风眠一眼 看到楚风眠身上 竟然是没有任何的伤势 就连身上的气息 都是丝毫未弱 顿时有些难以置信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242章 速度上的差距 作者 邵宇 这紫剑圣皇 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刚刚那余波的力量 已经是超越了绝大部分 高阶圣皇的权力一击了 所以 令不管是楚风眠 还是紫剑圣皇 都是无法完全抵挡住 这余波的力量 被打飞了出去 本来在这紫剑圣皇的眼中 楚风眠的实力 就算是再强 见到的境界再高 他的境界 也依然只是圣皇的境界 刚刚被这余波的力量波及 高阶圣皇 也必定要陷入重伤之中 就连紫剑圣皇自身 都是受了不小的伤势 在他看来 楚风眠的伤势 肯定是要比起他 还要更加严重才对 毕竟论起境界 他却是要远远胜过楚风眠 可是看着楚风眠 站在那里 却是毫发无伤 令紫剑圣皇 都是有些无法接受 楚风眠一个圣皇 不只是一身力量强大到了极点 就连这肉身 都是如此强横 尤其是紫剑圣皇 可是知道 这修行先帝之道的武者 他们的肉身 其实只是一道化身 小千世界 才是真正的本体 因此 这肉身并不算强横 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竟然会有着楚风眠这个异类 他现在的肉身 就是他的本体世界 别说是这战斗余波的力量 就算是刚刚这紫剑圣皇的那一剑 楚风眠以肉身硬抗 虽然会重伤 但是却并不会陨落 尤其是楚风眠 现在的本体世界之中 更是有着剑木神术 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 墨浴晶体的力量加持 令他现在的肉身 比起其他先帝的本体世界 还要兼顾不知道多少 这样的余波 对于楚风眠而言 根本是不痛不痒 相比之下 那紫剑圣皇的气息 却是明显变得紊乱了一些 看起来 你受伤了 楚风眠眼神越发的冰冷 这紫剑圣皇 本就是刚刚夺射 实力虚弱 现在又是受伤 九玉 太上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楚风眠手中的太初剑 再一次的动了 又是一剑 直指那紫剑圣皇斩杀了过去 趁他并咬他命 现在紫剑圣皇力量虚弱 刚刚受伤 这对于楚风眠 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这一次 直接是再度出剑 向着那紫剑圣皇斩杀了过去 这一道剑锋 刹那间 便是斩在了紫剑圣皇的面前 但是这紫剑圣皇 却是速度极快 近乎是楚风眠剑锋逼近的一刻 这紫剑圣皇的身形连连闪烁 顿时出现在了百里之外 躲过了楚风眠的剑锋 既然肉身如此强横 那我就不跟你对拼力量 寻找机会 找到弱点 再彻底斩杀你 紫剑圣皇低声自语道 楚风眠的肉身 如此强横 若是他再度跟楚风眠硬碰硬 再度被卷入到余波之中 楚风眠可能会依然毫发无损 而他必然会再度受伤 对他不利 所以 在察觉到了楚风眠肉身强横的一刻 紫剑圣皇便是决定 不再跟楚风眠正面交锋 而是寻找机会 找到楚风眠的弱点 再一举斩杀楚风眠 毕竟紫剑圣皇 除了自身 见到境界极高之外 他还有着一个称号 便是无影圣皇 这无影 一是指的他的剑锋之快 近乎无影 第二指的 其实便是他的顿光 在速度上 这紫剑圣皇 也是站在了高阶圣皇的顶点 因此 面对着楚风眠斩杀的剑光 这紫剑圣皇却是轻易的 便是利用顿光躲了过去 楚风眠接连数道剑光 斩杀而出 但是这每一道剑光 几乎都在靠近这紫剑圣皇 三尺左右的区域之中 便是就被紫剑圣皇所躲开 漫天之间 紫剑圣皇的身影 竟然就有着足足数十个之多 这些身影 无一例外 都是紫剑圣皇身形留下的虚影 好快的速度 就连楚风眠现在 都无法看清 这紫剑圣皇的身影 这紫剑圣皇的顿光 实在是太快了 比起楚风眠 所见到过的任何一位舞者 速度都要快得多 那辅唐之主 跟这紫剑圣皇相比 在顿光上 都是差距很远 楚风眠倒是没有想到 在速度上 他竟然会陷入如此烈士之中 楚风眠一直以来 凭借着十足天龙血脉的力量 近乎在速度上 都要超越他的对手 可是 随着楚风眠面对的对手 实力越来越强 达到高阶圣皇的层次之后 楚风眠便是很难在速度上 压制住对手了 毕竟能够成为高阶圣皇的舞者 必然都会有着一些机缘 始祖天龙血脉的力量虽然强横 但是本质上 依然只是一种一品血脉的力量 依靠着混沌密点 才达到神品血脉的力量 虽然也算是很惊人的力量了 但是其他高阶圣皇 却是未必没有 这足以与之媲美的机缘 像是楚风眠之前 面对那预胜大尊者的时候 虽然在力量上轻易地击败了对方 但是这预胜大尊者决定逃走的时候 楚风眠也没有能够将其拦下 而这一次碰到紫剑圣皇 楚风眠的速度 却是被彻底地压制了下去 他的剑锋 都追踪不到那紫剑圣皇 可恶 这样根本是不可能找到机会 斩杀这紫剑圣皇 楚风眠眉头紧锁 若是在外 楚风眠还是可以施展出 始祖天龙血脉的力量 封锁空间来围堵这紫剑圣皇 可是如今 楚风眠在紫府宫之中 这紫府宫中的天地法则 跟外界截然不同 再加上这紫府宫之中 更是蕴含着大量主宰 留下的禁制阵法 楚风眠想要封锁紫府宫中的空间 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我的力量 我的肉身 都要超越这紫剑圣皇 可是唯独在速度上 远远不如 楚风眠在面对高阶圣皇的时候 可以将其轻易击败 却是没有多大的把握 可以将其斩杀 最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楚风眠的顿光速度 没有把握 可以留下对方 因此 虽然现在楚风眠 依然是没有动用权力 没有动用他真正的底牌 陆雪魔剑 可是 就算是现在动用了陆雪魔剑 却是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根本是打不到这紫剑圣皇 再强大的力量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本章完 九玉剑地 第4243章 胶着 激战 作者 邵宇 威力 再强大的攻击 若是打不中 那么便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楚风眠本来面对高阶圣皇 最大的劣势 乃是力量 但是随着楚风眠 踏入了先帝境界 凝聚了小千世界之后 他的力量大大提升 在面对高阶圣皇的时候 楚风眠在力量上 已经是丝毫不吃亏了 同样 楚风眠现在速度上的劣势 却是展现了出来 楚风眠现在虽然是踏入了先帝境界 但是本质上 楚风眠依然只是一位七阶先帝 在这十方天界纪元之中 一位七阶先帝 其实只相当于是一位古圣武者 只是楚风眠因为拥有着破碎神通符文等等纪元 才令他的境界大概跟圣皇相当 但是跟高阶圣皇相比 还是有着一层力量上的差距 若是没有这一层境界上的差距 楚风眠在速度上 也许不如这紫剑圣皇 但是绝对不会如此劣势 这紫剑圣皇也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 楚风眠的力量极强 肉身也无比强横 所以这紫剑圣皇便是不再打算跟楚风眠以力相搏 而是以速度取胜 哇 又是一道剑锋 斩在了楚风眠的背上 这一道剑锋之快 令楚风眠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不过这一道剑锋 却是斩在楚风眠的后背上 只是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痕 楚风眠现在的肉身 在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不朽晶体 全部晋升成为墨浴精之后 也是变得比起之前 不知道坚固了多少 这剑锋斩在楚风眠的身上 却是丝毫无法打破楚风眠的肉身 因此 现在这紫剑圣皇的速度虽然棘手 但是如此之快的速度 自然是要牺牲他的攻击力 这样的剑锋 面对其他的高阶圣皇 都极其致命 可是对于楚风眠而言 他根本是不需要反应过来 单单是以肉身之力去硬抗 都足以抵挡得住 所以 楚风眠现在的处境 并不危险 他对于这紫剑圣皇 还是感觉到棘手为主 毕竟楚风眠此战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逼退这紫剑圣皇 而是想要将对方斩杀 一味地挨打 纵然是楚风眠 可以陷入不败之境 但是楚风眠 却没有任何的机会 可以斩杀这紫剑圣皇 在速度完全劣势的情况下 除非是有着好机会 不然的话 他根本是无法伤及到 这紫剑圣皇 既然是没有机会 那就创造出机会来 楚风眠的目光一鸣 这紫剑圣皇 如此出手 显然是 想要一件一件地 消耗楚风眠的力量 毕竟在这紫剑圣皇的眼中 楚风眠只是一位圣皇舞者 就算是力量再强大 一位圣皇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而紫剑圣皇 在这紫府宫之中 却是可以通过紫府宫中的阵法静置 源源不断地恢复自身的力量 这紫府宫 早早就被这紫剑圣皇所得到 早就已经是被紫剑圣皇经营 成为了他的老巢 因此只要是跟楚风眠消耗力量 等到楚风眠力量耗尽的一刻 这紫剑圣皇便是就可以找到机会 一举出手 斩杀楚风眠 这个想法 楚风眠也是心知肚明 不过这紫剑圣皇做梦都不会想到 楚风眠可是拥有着永恒神体 可以源源不断地汲取力量 恢复自身 尤其是在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不朽晶体 全部晋升成为墨浴晶体之后 这永恒真身的力量 也是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 现在这种攻击 根本是 无法消耗楚风眠的力量 不过这一切 那紫剑圣皇都无从得知 既然是这紫剑圣皇 准备是等待楚风眠一个破绽 准备一击必杀 那楚风眠便是就给他这样一个破绽 一道道的剑锋 接连闪烁 楚风眠手中的零剑 也是丝毫没有停下过 斩出了一道道的剑气 便是冲着那紫剑圣皇斩杀了过去 而这一道道的剑气 都被紫剑圣皇以顿光轻易地躲过 而紫剑圣皇 却也是经常突然出现在楚风眠的身边 一剑向着楚风眠斩杀而来 而这种斩杀 几乎都被楚风眠强横的肉身所化解 看起来两方 似乎便是 谁也无法奈何到了谁 但是若是仔细去看 便是可以看到 这紫剑圣皇的躲闪 已经是越发的从容了 之前紫剑圣皇打出的树道剑光 还是斩在了紫剑圣皇的身上 令紫剑圣皇不得不全力抵挡 但是这几次 楚风眠打出的剑光 紫剑圣皇已经是足以从容躲避了 而紫剑圣皇的剑风 却是在一次次地斩在了楚风眠的身上 从一道道浅色的白痕 逐渐地已经是足以在楚风眠的身上 斩出一道细小的伤口了 这种变化虽然不大 但是却是预兆着一点 那就是紫剑圣皇的力量越来越强了 紫剑圣皇之前刚刚是夺射了道门圣子 他的力量还是处于虚弱之间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紫剑圣皇的力量也是在开始恢复 现在紫剑圣皇的力量已经是比起刚刚夺射之时强大了不少 同样相对应的却是楚风眠的力量 似乎是越来越弱了 当然这种变化其实也是极其微弱 但是依然是被紫剑圣皇捕捉到了 此人好雄厚的实力 不知道此人到底是有着多么惊天的机缘 才会有着如此一身实力 不过正好 今日只要是能够斩杀此人 得到了此人的机缘 我的实力还将更进一步 那紫剑圣皇看向楚风眠 目光之中都是显现出了几分轻松之色 在这紫府宫内 楚风眠想逃都无法做到 因此 现在的楚风眠 其实已经是被他完全困在了这紫府宫之中 若是楚风眠战败 那么楚风眠的死期就到了 现在楚风眠的力量已经是越来越弱了 对于紫剑圣皇而言 楚风眠现在的命运 已经是被他完全掌握在了手中了 现在紫剑圣皇所需要的 便是再度削弱楚风眠的力量 只要是等待着楚风眠的力量减弱到了一个临界点 这紫剑圣皇便是就要直接出手 彻底的斩杀楚风眠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244章 困兽之斗 作者 邵宇 斩杀 而并非是夺赦 这紫剑圣皇 本是一开始打算夺赦楚风眠 但是随着楚风眠展现出的实力越来越强 这紫剑圣皇已经是决定 要彻底斩杀楚风眠 夺赦 必须是要先将楚风眠镇压 才可以进行夺赦 镇压 要远远比起斩杀要难得多 楚风眠现在的实力如此强横 想要将楚风眠斩杀都不易 更何况是夺赦 更何况 楚风眠身上展现出了诸多机缘 这些机缘不需要夺赦 只需要斩杀楚风眠 将其得到 都足以令紫剑圣皇的实力 更进一步了 因此 这一次紫剑圣皇 却是招招杀招 一直是在寻找着机会 一击必杀 斩杀楚风眠 碰 又是一次剑锋的碰撞 而这一次剑锋碰撞 楚风眠却是不由地退后了几步 他手中的剑锋 都是不由地一颤 虽然很快 楚风眠便是再度出剑斩杀而去 但是这一幕 依然是被紫剑圣皇看在眼中 此人的力量 终于是要耗尽了 紫剑圣皇目光一凝 现在的楚风眠 虽然看起来 气势依然不落下风 但是实际上 在紫剑圣皇的眼中 眼前的楚风眠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刚刚那一剑的碰撞 正是代表着楚风眠力量的虚弱 只是楚风眠依然是在硬扛 所以看起来 才不落下风 区区一名圣皇 竟然有着如此雄厚的力量 这不只是先帝之道的强大 更是此人身上 拥有着的诸多机缘 才会令此人的实力 如此强横 此见圣皇的心中 都是有些震惊于 楚风眠的力量 这种高强度的战斗 对于武者力量的消耗 每时每刻都是海量的 尤其是不管是楚风眠 还是此见圣皇 每一次出手 都是绝对的杀招 根本是丝毫不顾及力量的消耗 都是要斩杀对方 在这样的战斗之下 纵然是一位真正的高阶圣皇 一身力量 也应该寂静耗尽才对 此见圣皇 若非是因为这子府宫之中 诸多静置阵法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力量 来恢复自身的力量 只怕现在此见圣皇的力量 也要即将耗尽了 所以 此见圣皇现在丝毫不怀疑 楚风眠力竭的景象是假的 毕竟身为高阶圣皇的他 力量都几乎要耗尽 更何况眼前的楚风眠 甚至只是圣皇的境界 根本不是一位高阶圣皇 在此见圣皇的眼中 现在的楚风眠 的确是要力量耗尽了 换句话说 楚风眠现在展现出来的力量 都已经是在此见圣皇的意料之外了 你的实力的确恐怖 若是在子府宫之外 只怕我全力出手 也未必可以斩杀你 此见圣皇的目光看向楚风眠 也是感叹一声 楚风眠的确是他见到过的 最强大的一位圣皇 强大到力量足以跟他正面抗衡 令他都必须要借助 这子府宫之中的静置阵法 现在才总算是可以压过楚风眠一头 可惜这里是子府宫 就算是一位高阶圣皇 进入了这子府宫之中 也只有死路一条 你的确是谨慎 可惜还是进入到了子府宫之中 能够死在我的手中 对于你也算是一种荣耀啊 我会将你的一切 机缘继承 来助我踏入更高的层次 此见圣皇在开口之时 眼神之中的贪婪之色 也越发明显 他已经是按耐不住激动的心了 楚风眠现在展现出来的实力 越强 那也就意味着楚风眠身上的机缘 越是惊人 而这一切机缘 只要是等到子见圣皇 斩杀了楚风眠的一刻 这一切都将属于子见圣皇 这令子见圣皇 现在都有些难耐不住心中的激动了 他已经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斩杀楚风眠 来夺取楚风眠的一切了 在这样天大的机缘面前 就连身为高阶圣皇的子见圣皇 内心都是激动万分了 若非是忌惮楚风眠的实力 他现在只怕是要直接迫不及待的出手 来给楚风眠最后一击了 想要杀我 可笑 从未有人能够杀了我 任何的强敌 都将会成为我的垫脚石 这子府宫是我的 听到了子见圣皇的话 楚风眠大声地吼道 这话语之中 都是蕴含着几分疯狂之色 虽然话语狂怒 但是在这子见圣皇听来 楚风眠的话 更像是在座困兽之斗的怒吼 楚风眠现在越是疯狂 愤怒 这也就越是意味着 楚风眠的内心越是焦急 舞者的战斗之中 不管是愤怒 还是焦急 都将会影响自己的实力 只有绝对的冷静 才是战胜一切对手的依仗 楚风眠现在如此疯狂 就意味着 楚风眠即将立结了 所以才会如此的歇斯底里 如此的疯狂 子见圣皇眼神之中的杀意更甚 已经是彻底的按耐不住了 子见圣皇的顿光连连闪烁 再度逼近楚风眠 一道道的剑光 直直地冲着楚风眠斩杀了过去 而楚风眠的抵挡 也越发地勉强 当然这一切 都只是楚风眠伪装出来的 拥有着永恒神体的楚风眠 又怎么可能力量耗尽 他所做的这一切 不过都是伪装 既然是抓不住这子见圣皇 那么楚风眠便是决定 让这子见圣皇自己送上门来 既然是这子见圣皇 想要抓住楚风眠的破绽才出手 那楚风眠就自己做出一个破绽来 而现在楚风眠这般虚弱的状态 就是楚风眠的破绽 楚风眠不相信 这子见圣皇还能够安耐得住 在这子见圣皇的剑锋之中 楚风眠也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这子见圣皇的剑锋 也是越发的急躁 似乎是忍不住要真正出手 斩杀楚风眠了 碰 又是一剑的碰撞 而这一次 楚风眠最为依赖的正面力量 都是似乎难以招架 两道剑锋相撞的一刻 楚风眠的身形都是向后退去 似乎是已经无法承受这一剑的力量了 这在子见圣皇看来 正是楚风眠彻底历劫的一刻 死吧 子见圣皇目光一凝 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杀意 他一步踏出 猛然出现在了楚风眠的面前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四千二百四十五章 破绽 陷阱 作者 邵宇 子见圣皇 终于是彻底难耐不住心中的杀意了 眼前的楚风眠 在他的眼中 已经是彻底的历劫了 也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彻底斩杀楚风眠 一击必杀了 子见圣皇的身形 出现在了楚风眠的面前 当即是握住手中的灵箭 向着楚风眠斩杀过去 嗡 这子见圣皇的一身建议 都是汇聚在了他手中这一把灵箭之上 这一次子见圣皇的剑锋 却不再像是之前那般的小打小闹 而是真正的在积蓄力量 准备是要将楚风眠一箭斩杀 只见刹那之间 子见圣皇手中的灵箭之中 都是充满着力量 当这力量积蓄到了顶点之后 子见圣皇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刹那之间 他手中的灵箭 便是轰然斩下 直指楚风眠斩杀而来 死 死 死 这子见圣皇的声音 都是有些歇斯底里 他眼神之中的杀意 也是凝聚到了顶点 这一箭之中 蕴含着子见圣皇近乎全部的力量 以全力的一箭 彻底要斩杀楚风眠 子见圣皇的心中 都已经是有些迫不及待的 现在就要斩杀楚风眠 来夺取楚风眠的机缘了 在他的眼中 这一次已经是胜券在握 现在力量已经是如此虚弱的楚风眠 再也无法掀起任何的风浪了 子弟一箭 哄 随着子见圣皇的一声怒吼 他这一箭的力量 轰然斩杀而下 子见圣皇现在施展出的这一箭 便是他箭术之中的最强一箭 子弟一箭 他的身躯 都是轰然燃烧起来 燃烧起了紫色的火焰 这种紫色笼罩了整个子府宫 所有紫色的火焰 都是汇聚在了子见圣皇的剑锋之上 令他一箭斩杀而下 轰隆隆 这一箭的力量 却是要远远超越子见圣皇之前施展过的剑术 这子见圣皇 刹那之间 强势毁灭一切的力量 便是冲着楚风棉倾袭而下 这一道紫色的剑光 将楚风棉所完全笼罩 子见圣皇这一次 也是不准备给楚风棉任何的机会 因此 纵然是现在楚风棉看起来 已经是灯油枯尽力竭了 他也依然没有任何的轻视 施展出了这最强的一箭 要斩杀楚风棉 而已经是几乎陷入筋疲力尽的楚风棉 看到这一箭的一刻 脸色都是无比苍白 似乎是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末日一般 子见圣皇一步踏出 来到了楚风棉的面前 他手中的剑锋 直指楚风棉的心脏刺去 这一箭 就要彻底地终结楚风棉的性命 一时间 楚风棉的陨落 仿佛已经变成了定局 机会 来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楚风棉那本来绝望的脸色 突然变化 一抹笑意 浮现在了楚风棉的嘴角 他一直以来 故意伪装成一副历节的样子 所等待的 就是这一刻 这子见圣皇的顿光速度 的确是快得惊人 楚风棉 无论是施展怎样的手段 都根本追不上 所以 楚风棉索性地放弃了 追杀这子见圣皇 他要做的 便是等待着一个机会 等待着子见圣皇 自己过来的机会 而现在楚风棉迈出的破绽 终于是彻底地骗过了 这子见圣皇 这子见圣皇 终于是自己主动地 来到了楚风棉的面前 陆续 楚风棉轻贺一声 他手中的太初剑 突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把紫色的魔剑 出现在了楚风棉的手心之中 陆续魔剑出窍的一刻 一股恐怖的杀意 便是轰然笼罩 这陆血魔剑的杀意 竟然是将这子见圣皇的力量 都给彻底驱逐 终于是等到了子见圣皇 接近的一刻 楚风棉自然是毫不犹豫 将他最强的底牌 陆血魔剑 都给直接拿了出来 同时 楚风棉本就是一直在 跟那子见圣皇的战斗之中 在积蓄的力量 为的就是等待着一刻 现在这积蓄的力量 轰然爆发 一股股强横的剑意 都是汇聚在了陆血魔剑之上 剑意之中 更是蕴含着一股杀伐之意 楚风棉握住陆血魔剑的一刻 当即是施展出了 他现在的最强一剑 九玉 陆血 这陆血 是九玉剑术现在的最后一世 也是楚风棉 也陆血魔剑中的杀意 创造出的剑术 是楚风棉 现在所掌握的剑术之中 威力最强的一道剑术 而且这一道剑术 若是配合陆血魔剑施展 力量自然更是可以更进一步 可以说这一剑 称得上是楚风棉 踏入了先帝境界后救 可以施展出的最强一剑了 怎么回事 此剑圣皇 目光瞪得逗大 他心中的贪婪突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震惊 茫然 在他的眼中 刚刚楚风棉那副虚弱的状态 已经是彻底的历劫了 他只需要出手 斩杀楚风棉 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就在这种胜券在握的情况下 此剑圣皇做梦都没有想到 竟然还会突生变故 尤其是那 本来看起来即将历劫的楚风棉 竟然是会突然爆发出 如此强横的力量来 而且更令此剑圣皇震惊的 不是楚风棉 现在身上的力量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楚风棉手中的露血魔剑 主宰 主宰之兵 这 怎么可能 你的手中 怎么可能拥有这种东西 这子府宫 曾经也是身为主宰宫殿 此剑圣皇将其得道 自然是对于主宰之力 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 所以他几乎是一眼 就认出了这露血魔剑的来历 前一刻 还是接近历劫 看起来随时会陨落的楚风棉 下一刻竟然是爆发出了 如此强横的力量来 刚刚那一副历劫的样子 竟然都是伪装 甚至于楚风棉的手中 还有着露血魔剑 这样主宰之兵的底牌 这是一个陷阱 此剑圣皇目光一鸣 他浑身都是站立起来 感觉到了一股剧烈的危险 他也知道 他现在是彻底的落入到了楚风棉设下的陷阱之中了 不过这个时候 子剑圣皇却依然是无比冷静 他也是曾经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生死之战 自然明白 越是危险 越是需要冷静 本章完 九欲见地 第四千二百四十六章 自曝亿万禁之阵法 作者 少宇 此人的力量强横 但是他的顿光身法 远远追不上我 只要是可以退出去 我至少可以全身而退 此剑圣皇一瞬间 便是判断清楚了这一切 身形移动 连连向后退去 想要再度拉开跟楚风棉的距离 楚风棉既然是刻意隐瞒力量 逼他出手 那就证明 楚风棉拿他的顿光 依然毫无办法 只要是可以拉开距离 楚风棉的力量再强 也不可能斩杀他 甚至是击败他 So 此剑圣皇的身形 都是化为了一道剑光 他那子弟一剑的力量 都是彻底散去 全部融入到了这一道剑光之中 急速向着后方飞去 而楚风棉 现在好不容易伪装出了这样一副破绽 引诱此剑圣皇前来 又怎么可能放弃如此好的一个机会 杀 楚风棉的口中吐出一个沙子 这一个沙子之中蕴含的沙意 震慑心魄 那子剑圣皇 都是听到这一声沙子的一刻 都是浑身一颤 楚风棉这个沙子之中 更是蕴含着陆血魔剑中的沙意 纵然是子剑圣皇 纵然是一位高阶圣皇巅峰的无敌强者 在面对着陆血魔剑沙意的一刻 都是不由的心中意涵 这陆血魔剑中的沙意 可是蕴含着主宰的沙意 曾经陨落在陆血魔剑之下的主宰强者 都并非没有 更何况这陆血魔剑 曾经涂落的纪元 都不知道有着多少 这积攒的沙意 是任何人感觉到 都会不由为之一颤的 破 这子剑圣皇所化的剑光 都是 突然在空中停滞 旋即子剑圣皇的身形 再度出现 它都是口中 不由的吐出一口鲜血 在这陆血魔剑的沙意之下 子剑圣皇的顿光 都是被打断 不好 顿光被破 子剑圣皇便是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危险 笼罩在心头 他几乎是毫不犹豫 手中的剑锋 猛然冲着面前斩杀过去 而几乎是这子剑圣皇出剑的一刻 楚风眠的身形 也是已经追到了子剑圣皇的面前 他手持陆血魔剑 九玉剑术的第五式 陆血一剑 轰然斩杀而下 轰隆隆 血色的剑光 淹没了一切 那子剑圣皇的剑风 几乎没有能够抗衡一瞬 便是就被这血色的剑光所淹没 连同这那子剑圣皇的身躯 几乎都是一桶 被淹没在了 这血色的剑光之中 血色的剑光 不断地撕裂这子剑圣皇的身躯 在这血色剑光的斩杀之下 这子剑圣皇 竟然依然没有陨落 他近乎是拼尽全力 在死死地守护 这自身 硬生生地抵挡着血色剑光的斩杀 不 我绝不会因此陨落 所有禁制 阵法 都给我报 子剑圣皇疯狂地咆哮着 只见在这子府宫之中 无数的禁制阵法 纷纷爆炸 在这一瞬间 子府宫内亿万禁制阵法 同时爆炸开来 爆炸所带来的庞大力量 轰然冲着楚风年轰击了过去 这子府宫 子剑圣皇可是经营了无数个时代 他也是不知道 在这子府宫之中 留下了多少的禁制阵法 这些禁制阵法 甚至都是 耗费了子剑圣皇 不知道多少的心血 其中甚至是 留有那位主宰 曾经留下的不少力量 而就在这一刻 在子剑圣皇的咆哮之下 所有禁制阵法的力量 完全爆炸了 这爆炸的力量 究竟多么恐怖 几乎是无法估量 哪怕是高阶圣皇的力量与之相比 也是极其渺小 现在这子剑圣皇 彻底的是要抛弃一切 要做困兽之斗 对于子剑圣皇而言 这这些禁制阵法爆炸 便是相当于 他要彻底失去这子府宫的控制 子剑圣皇 可以完全控制这子府宫 将其经营成铁筒一样 都是依靠着亿万阵法 禁制的力量 才可以令他完全控制住子府宫 而现在这些禁制阵法 全部都爆炸了 这也就意味着 子府宫也即将成为无主之物 这子剑圣皇精心经营的老巢 都要就此毁掉 数个时代的心血彻底的复支东流 这种损失令子剑圣皇心中都在滴血 可是他现在别无选择 比起他的性命相比 这一切都是彻底的不值一提 而其子剑圣皇现在还没有放弃斩杀楚风眠的想法 这亿万禁制阵法的力量 轰然爆炸 力量足以毁灭一切 只要是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一举轰杀楚风眠 一旦是可以得到楚风眠身上的机缘 这失去子府宫的损失 又算什么 对于高阶圣皇这个层次的武者而言 实力便是一切 只要是有着实力 像是宝物 地位 都可以再度获得 他也有把握 再度将子府宫掌握在手中 所以现在子剑圣皇毫不犹豫 就将这子府宫中的亿万禁制阵法 同时地自爆了 自爆了这子府宫内所有的禁制阵法 楚风眠也是清晰地听到 这子府宫之中的一声声爆炸的响声 以及一股股毁灭的力量 正在向着楚风眠这边奔腾而来 他也是明白 这子剑圣皇是彻底的拼命了 舍弃一切的拼命 无用的 今日你不管是如何挣扎 也改变不了 你被我斩杀的命运 今日你必死无疑 楚风眠眼神中 也露出几分疯狂之色 他知道他现在不退去 便是必须要承受 这整个子府宫中 亿万禁制阵法爆炸的力量 但是 那又如何 今日既然是要斩杀这子剑圣皇 楚风眠便是从未想过逃走 楚风眠剑锋的力量丝毫不拒 没有任何一点点想要逃走的迹象 甚至是在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要尽快地彻底将子剑圣皇完全斩杀 你 你疯了 你难道是想要跟我同归于尽 子剑圣皇看到楚风眠的举动 终于是无法再冷静下去 惊声的大吼道 他本以为 楚风眠至少是需要退去 以躲避这亿万禁制阵法自爆的力量 可没有想到 楚风眠非但是不退 反而是要彻底斩杀他 这简直是要跟他彻底同归于尽 而楚风眠 却是脸色漠然 似乎是完全没有听到这子剑圣皇的话一样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四千二百四十七章 同归于尽 作者 少宇 该死 你不给我活下去的机会 那你也别想活 子剑圣皇连续咆哮道 他已经是看得出来 今日的楚风眠 已经是打定主意要斩杀他 这令他最后想要逃跑的机会 都彻底落空了 这也令子剑圣皇 彻底地陷入到了疯狂之中 他的目光看向楚风眠 只有无法冲刷的恨意 只见这子剑圣皇仅存的力量 都是轰然爆发 以他残缺的身躯 竟然又是一道剑光 向着楚风眠斩杀而来 这一剑 并非是要真正斩杀楚风眠 而是将楚风眠拖延住 等到那子府宫之中 亿万禁制阵法的力量 轰击而来的一刻 将楚风眠彻底轰杀 这一剑近乎是耗尽了子剑圣皇的全部力量 本来还可以硬撑抵挡着血色剑光的子剑圣皇 都是再也抵挡不住了 他的身躯被这血色剑光锁完全吞噬 子剑圣皇 陨落了 不过这子剑圣皇陨落的时候 他的脸上 依然是带有着疯狂的笑容 他今日的确必定要陨落的 但是纵然是他陨落 也要将楚风眠一同带着 同归于尽 哄 在这一道血色剑光的斩杀之下 子剑圣皇的气息完全消失了 这也意味着 子剑圣皇彻底陨落了 楚风眠大手一挥 将这子剑圣皇的一身血气 连同他的空戒一同 全部收入囊中 子剑圣皇的陨落 楚风眠此行的目的 终于是成功了 不过现在的楚风眠 却是丝毫没有胜利的喜悦 反而是脸色凝重 他强行斩杀这子剑圣皇的后果 便是楚风眠彻底放弃了逃走的机会 现在的他 已经是被这亿万禁止阵法自爆的力量所笼罩 根本是无处可逃 可以说 现在的楚风眠 便是位于这爆炸力量的中心 他无处可逃 唯一的办法 便是硬抗了 巫神真圣 哄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力量 率先催动起来 笼罩着楚风眠的身躯 将楚风眠的本体 九玉世界 死死地守护住 同时九玉世界的力量 也是催动到了极致 哄咙咙 近乎在这一刻 爆炸的力量终于到了 在这紫府宫之中 紫剑圣皇数个时代 布置出的近乎亿万的禁止阵法 其中一些 甚至是蕴含着曾经那位主宰之力的禁止阵法的力量 完全自爆 这力量比起高阶圣皇的力量 都要不知道强横多少倍 在这样的力量面前 一位高阶圣皇的力量都是如此的渺小 几乎是刹那间 楚风眠便是被这一股力量所笼罩 一时间无数爆炸的力量 如同潮水一般涌来 轰击在了楚风眠的身上 轰击在了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之上 这每一股爆炸的力量 几乎都相当于圣皇强者的权力一击 圣皇强者的权力一击 虽然对于现在的楚风眠不算什么 但是这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数万 数十万 数百万道力量加起来 所最终蕴含的力量 便是达到了一个 楚风眠都无法想象的恐怖地步 这种力量 让楚风眠 根本是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反抗的机会 楚风眠现在若是选择反抗 那么瞬间就会被这力量所彻底毁灭 现在楚风眠所可以做的 便是爆发出一切的力量 来守护自身 守护住它的肉身 来对抗这爆炸的力量 楚风眠现在的身躯 都是动弹不得 它感觉到 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都是在剧烈地颤抖着 在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不朽晶体 全部晋升成为墨浴晶体之后 楚风眠还是第一次有着这种感觉 剧烈的危险涌上心头 楚风眠现在的处境 比起当初被府堂之主追杀之时 甚至还要更加危险 这子府宫之中 无数个时代不知出的 亿万静置阵法的力量 完全自爆 产生的威力 远远超越了楚风眠的想象 毕竟在楚风眠的眼中 这静置阵法的力量 终究是死物 对于楚风眠这个层次 高阶圣皇层次的无止而言 死物的力量 能够产生的威胁 已经很小了 但是令楚风眠没有想到的是 这亿万静置阵法的力量加起来 如此庞大的力量 却是彻底地产生了质变 只怕是就连子监圣皇都无法想象 他无数个时代 来经营这子府宫 布置了亿万的静置阵法 竟然在自爆之时 会有着如此恐怖的威力来 只见在这爆炸之下 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都是逐渐地开始破碎了 这爆炸的力量 乃是极其纯粹的力量 却是轰击在这墨浴晶体之上 令这墨浴晶体 都是难以承受 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神术 楚风眠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即是催动神术的力量 神术的树根 顿时从九玉世界之中飞出来 扎根在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之上 这神术的树根 将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完全地凝聚在了一起 才令这墨浴晶体 没有彻底地崩溃 这第一波爆炸的力量 总算是熬过去了 但是楚风眠 依然是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这亿万静置阵法 自爆所爆发的力量 可远远不止这一波 轰隆隆 很快 又是一阵轰鸣声 庞大的力量 再度席卷而来 将楚风眠的身躯 彻底地淹没在了爆炸之中 子府宫外 那木道圣皇 盘西坐在子府宫门前 他的脸色极为阴沉 本来盗门的计划 可所谓天衣无缝 盗门圣子 已经是进入到了子府宫之中 这个时候 只要是他可以拦下 其他拥有传承血脉的武者 进入子府宫之中 那么子府宫中 子剑圣皇的传承 最终必然是会落入到 盗门圣子的手中 可是后来 楚风眠的突然出现 却是完全打乱了 他部下的计划 尤其是楚风眠 硬闯子府宫 木道圣子出手阻拦失败之后 那一直以来 被他堵在外面的木威盗子 携剑太子二人 也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一举冲入到了子府宫之中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四千二百四十八章 爆炸变故 作者 邵宇 对木道圣皇而言 可所谓的一步齐差 满盘皆输 因为子府宫中的禁止 他也无法进入子府宫之中 只能够等待在外面 不知道圣子能否是这三人的对手 论起实力 那绝剑隐藏极深 少主未必是此人的敌手 要论剑道 那木威盗子 携剑太子二人 也不可小事 难啊 木道圣皇眉头紧锁 盗门圣子 正是自身 没有多大的把握 一定是可以在子府宫内 解决其他的竞争者 所以才会布置出如此计划来 准备将其他竞争者 拦在子府宫之外 现在计划失败 盗门圣子的处境 也将无比艰难 木道圣皇 现在留在子府宫外 也是在寻找着机会 看看能否进入子府宫 相助盗门圣子 嗯 怎么回事啊 就在这个时候 木道圣皇突然脸色猛然变幻 拿出了一枚玉符 这玉符之上 刻有着纪元二字 这是纪元天之中 只有遇到紧急的大事 才会通知消息的玉符 这玉符中的消息 必然是会令整个纪元天都震动的消息 难道是圣子那边 木道圣皇脸色变幻 急忙拿起玉符来 一股灵力注入其中 其中的消息 立刻浮现出来 万道圣子 陨落 圣子 陨落了 看到玉符中的消息 木道圣皇的脸色 都是无比阴沉 木道圣皇的一丝血脉 留在了纪元天之中 所以 一旦是万道圣子陨落 纪元天之中 也会第一时间知晓 现在这消息 既然是从纪元天之中传出来的 那么绝不可能是假的 圣子已经陨落 木道圣皇目光一宁 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下一步的打算 突然一阵轰鸣声 突然响起 怎么回事啊 木道圣皇连忙看向四周 他却是注意到了 这子府宫周围的静置阵法 其中蕴含的力量 突然变得无比狂暴起来 这是 自爆 轰隆隆 木道圣皇眼神瞪大 刹那间身形闪烁 猛然向后退去 只见这子府宫周围的静置阵法 几乎在这一瞬间 同时的自爆了 狂暴的力量 吞噬这一切 木道圣皇勉强躲过一劫 但是他的目光一扫 便是注意到了 其他的道门舞者 几乎无一例外 都在刚刚的爆炸之中陨落了 甚至是 就连那三位圣皇 都是一同陨落在了这爆炸之中 这些静置阵法爆炸的力量太过强大 令哪怕是圣皇强者 都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就在这爆炸之中 被生生毁灭 陨落在了其中 看到这一幕 木道圣皇都是无比心痛 这三位圣皇 可以是道门中的支柱强者 本来这一次道门圣子的陨落 就已经给了道门重重一击 现在这三位道门圣皇的陨落 更是让道门的情况雪上加霜 不过现在木道圣子 已经是无暇顾及这一切了 他现在想的 只有刚刚那突然出现的爆炸 怎么回事 这子府宫中的静置阵法 怎么会突然自爆 木道圣皇的眼神之中 都是闪过震惊之色 先是突然收到了道门圣子陨落的消息 接下来这子府宫的静置阵法 又是突然自爆 如此之多的事情 在这一瞬间突然发生 令木道圣皇一时间 都是没有能够反应过来 这子府宫的静置阵法 都被毁去了 不对 不只是子府宫 就连外面的那些静置阵法 也都自爆了 木道圣皇目光一宁 看向子府宫岛屿之外的云层 这一朵朵云彩 本就是静置阵法的力量所化 可是现在 这些云朵 却是无一例外 都彻底地自爆了 守护着子府宫的屏障 彻底消失了 现在这静置阵法自爆 也就是意味着 可以进入子府宫了 短暂的惊讶之后 这木道圣皇的目光 便是再度 看向子府宫的方向 几乎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木道圣皇的顿光 便是冲着子府宫冲了过去 既然是一直以来 守护着子府宫的静置阵法 都是彻底地自爆了 那么现在的子府宫 便是就成为了无主之物一样 任何人 都可以进入其中 再也不需要受到子府宫规则的限制了 这一次 道门选择让道门圣子进入子府宫 其实最大的原因 便是道门中符合进入子府宫规则的人 只有道门圣子 木道圣皇的实力更强 但是他身为高阶圣皇 本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子府宫之中的 可现在却是给了木道圣皇这个机会 那件东西 若是可以得到 那么这一次圣子的陨落 也不算什么 木道圣皇眼神之中 都是浮现出几分贪婪 这一次 道门愿意配合道门圣子 布置出如此计划 让道门圣子 进入子府宫之中 可不只是冲着子见圣皇的传承而来 他们所看重的 其实是子见圣皇手中的一件东西 现在道门圣子陨落 但是子府宫的禁制阵法 却是突然消失 木道圣皇正好可以进入其中 这进入子府宫中的舞者 也就不过楚丰眠 木为道子 携剑太子三人 之前虽然木道圣皇在楚丰眠的手中 吃过一个亏 但是那也不过是木道 圣皇大义了 他现在一位高阶圣皇 进入到子府宫之中 那么必然可以碾压一切 得到那个东西 甚至是可以为道门圣子 报仇血恨 不过 这木道圣皇 却是没有任何的轻松表情 因为刚当的爆炸 绝非是只有他一人看到的 那剧烈的爆炸 整个子府世界 都应该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很快其他势力的强者 也应该会注意到 毕竟在这子府世界之中的高阶圣皇 可不止他木道圣皇一位 抓紧得到那个东西 然后赶快离开 木道圣皇 目光冰冷到极点 他的顿光速度 催动到极致 以最快的速度 身形进入到了子府宫之中 而另一边 子府世界之中 就在子府宫附近的天空之上 两道身影 站在天空之上 这两道身影 分别站在子府宫的两侧 隔空相对 本章完 九玉见地 第4249章 血刀圣皇 作者 邵宇 若是楚风眠在此 便是一眼可以认出其中的一道身影 正是那音符中的玉圣大尊者 这玉圣大尊者之前给楚风眠交手 非但是没有能够占到便宜 反而是被楚风眠斩下了一只手掌 不过玉圣大尊者 吃了如此一个大亏 现在却是并没有离开 这子府世界之中 而是依然留在这里 因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其实是为了保护 邪剑太子而来 子府宫之内的争端 他们无法参与到其中 可是一旦是子府宫的争夺结束 那子剑圣皇的传承 落入到一方的手中 这子剑圣皇的传承 不管是落入到那一位舞者的手中 最终这名舞者 都必须是要离开子府宫 而这便是会给其他舞者拦路截杀的机会 在任何一个时代之中 像是一些气韵极好的天才 得到宝藏 却是刚刚到手 就被人截杀的事 不知道有着多少 所以殷府这边 才会来请着玉圣大尊者出手 保护协剑太子 玉圣大尊者此行的目的正是如此 至于想要救下火龙老祖 跟楚风眠交手 不过只是玉圣大尊者偶然起义去做的 子府宫中的争夺还未结束 他也无法离开这子府世界 一眼看过去 现在玉圣大尊者的伤势 已经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他那被楚风眠斩下的手掌 也是已经重新生长了出来 不过只有玉圣大尊者自己明白 他被楚风眠斩下手掌的伤势 可没有这么简单就可以完全恢复的 他所修行的玉圣真身 最为关键的 便是那组成玉圣真身的 十二万九千六百枚晶体 现在他的手掌被楚风眠斩下 损失了其中数千枚的晶体 令玉圣大尊者的力量 都是有些下降 不过幸好这失去的晶体数量 并不算多 现在玉圣大尊者 在吞噬了许多的诸天奇物之后 力量倒是已经恢复了不少了 一眼看过去 没有任何的异样 他就站在这子府宫岛屿的上方 远远的 望向子府宫的方向 不一会 他的目光抬起来 看向半空中 在这子府宫另一侧的那一道身影 这是一名老者 鹤发童颜 一眼看过去 就像是一位平常温和的老者一样 但是唯一令人感到扎眼的是 这老者的背后 居然是被这一把巨大的长刀 在这长刀之上 散发这令人恐惧的杀意 不知道这有着多少生灵 死于这长刀之上 这样一位看似温和的老者 实际上却是神府宫内 一位威名显赫的高阶圣皇 雪刀圣皇 在神府宫刀山的诸位高阶圣皇之中 这雪刀圣皇也是名气极大 他的名气 不只是因为他那强横的实力 更是因为这雪刀圣皇出手的狠辣 面对敌人 这雪刀圣皇 向来都是斩草除根 不给对方任何一点点的机会 由他出手曾经剿灭过的几个宗门 几乎都是被雪刀圣皇彻底的斩尽杀绝 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过他的刀下 这种狠辣 也造就了雪刀圣皇的威名 而这一次 雪刀圣皇也是奉命 陪伴穆威盗子前来 保护穆威盗子 实际上 他来到这子府世界的目的 跟那御圣大尊者一样 所以现在 他也是待在了这子府宫的周围 时刻注意着子府宫发生的变化 一旦是这子府宫之中的争夺结束 那子剑圣皇的传承 落入到了一位武者的手中 他便是就要准备出手 若是这子剑圣皇的传承 落入到了那穆威盗子的手中 他必然是要出手保护穆威盗子 将这胜利果实保住 而若是这子剑圣皇的传承 落入到了其他武者的手中 他也是要寻找机会 准备直接抢夺 将这子剑圣皇的传承夺取到手 半空之中 不管是这血刀圣皇 还是那御圣大尊者 都是一脸忌惮地看向对方 对方可都是成名已久的强者 绝不能轻视 轰隆隆 就在这二人 都是在虎视眈眈地注意着对方之时 突然一股狂暴的力量 直接是打断了二人的注意力 这二人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便是只听到了一声声爆炸的声音 围绕在这子府宫周围的无数静置阵法 就在这一刻 全部自爆 狂暴的力量席卷一切 这爆炸 近乎是要将整个子府世界所吞噬 这血刀圣皇 御圣大尊者二人 发现这突然出现爆炸的一刻 也都是脸色骤然大变 连连退后 不过他们二人所站的位置 本就是在子府宫之外 所以没有被爆炸卷入其中 这是 怎么回事 二人的脸上 都是露出了茫然之色 似乎是完全不明白 这其中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爆炸 根本是毫无征兆 令人都是根本无暇察觉 二人在短暂的迷茫后 便是连忙催动灵石 探查着爆炸的情况 他们二人目光所见 整个子府宫岛屿周围的 诸多静置阵法 没有任何的残留 都是在刚刚一同轰然爆炸 这一次爆炸 被卷入到爆炸之中的舞者 不知道是有着多少 这些被卷入到爆炸中心的舞者 几乎都是 被其中那足以毁灭一切的力量 所直接轰杀 这爆炸的威力 纵然是一位圣皇 一旦是被卷入其中 都会被这狂暴的力量 所直接毁灭 一位圣皇的力量 都是显得如此渺小 而现在 这血刀圣皇 遇圣大尊者二人 虽然是 身为高阶圣皇 但是他们目光看向 这爆炸中心的一刻 心中也都是有着几分 不寒而栗的感觉 这爆炸中心的力量 他们二人 若是被卷入其中 都是危险到了极点 如此恐怖的爆炸 整个子府世界 甚至都是在连连震动 这爆炸的中心 是子府宫 子府宫里出事了 二人的灵石 很快便是笼罩整个子府宫周围 最终他们清晰的感觉到的 便是这爆炸的中心 正是子府宫 而且 还是子府宫的内部 不对 子府宫的禁制阵法 全部都因为这爆炸毁掉了 二人在短暂的惊讶之后 目光都是一下子落在了子府宫之上 子府宫的禁制阵法全部毁灭 意味着什么 他们二人也无比清楚 本章完 久欲见地 第4250章 冲入子府宫 作者 邵宇 本来进入子府宫 所需要的诸多要求限制 现在 随着这些子府宫的禁制阵法 被完全毁灭 全部都消失了 这也就意味着 现在任何人 都可以进入到子府宫之中 走 二人几乎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们的身形 都是当即化为了一道顿光 猛然向着子府宫的方向冲了过去 不管是阴府 还是神府宫那边 挑选出邪剑太子 穆威道子 他们的目的 可都是冲着子府宫之中 子剑圣皇的宝藏而来 对于这两方而言 这宝藏究竟是落入到谁的手中 都无所谓 只要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宝物 落入到自己方的势力之中 就足以达成目的了 现在子府宫的禁制阵法 突然爆炸 对于这雪刀圣皇 遇圣大尊者二人而言 可以说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们二人自然不愿意白白做事 这子府宫中 只见圣皇的宝藏 落入到其他人的手中 不过一开始只是碍于规则 无法真正地出手 进入到子府宫之中 但是现在 既然是有着如此机会 这雪刀圣皇 遇圣大尊者 自然是毫不犹豫 他们的顿光 立刻是冲入到了子府宫 所在的岛屿之上 这一路上的所有禁制阵法 果然都是完全的被摧毁了 他们二人畅通无阻的 便是就来到了子府宫前 不好 已经是有人先行一步 进入到了子府宫之中了 那雪刀圣皇 刚刚是来到子府宫前 他便是注意到了一道身影 已经是冲入到了子府宫之中 从那一道身影的气息来看 必然是一位高阶圣皇 而且 还是一位纪元天中的高阶圣皇 不用管那么多 我们现在也进入其中 先将那纪元天的家伙解决 遇圣大尊者 也是看到了这一切 沉生说道 殷府跟神府之间 虽然也是死敌 但是实际上 却多是利益之争 相比之下 神府天跟纪元天的争斗 却是五道之争 要远远高于这一切 一旦是神府天跟纪元天 彻底爆发战争 殷府也会选择站在神府那一边 一同对抗纪元天 所以现在发现 既然是有纪元天的高阶圣皇 也是进入到了子府宫之中 他们二人当机立断 便是选择联手 走 二人的顿光 没有丝毫的停留 几乎是一刹那间 便是冲入到了子府宫之中 现在的子府宫内部 已经是一片狼藉 子府宫内 亿万禁制阵法同时的爆炸 几乎是将子府宫都要完全摧毁 若非是这子府宫 乃是一位主宰曾经留下的宫殿 兼顾异常 刚刚那爆炸 只怕是就连子府宫都要撕裂开来 不过现在二人进入子府宫之中 所看到的 依然是一片狼藉 在这子府宫之中 还蕴含着许多爆炸的力量 正式扫荡 毁灭一切 子府宫是一个封闭的区域 像是在子府宫外爆炸的那些禁制阵法的力量 很快便是都散去了 但是在子府宫之中 这爆炸的力量 却是久久未散 依然蕴含着毁灭一切的威势 这二人进入子府宫之中 也是接连躲开了爆炸的区域 这爆炸的力量 纵然是他们身为高阶圣皇 一旦是卷入其中 也绝对不会有着任何的好下场 非死即惨 这爆炸力量的中心 在子府宫的深处 这突然出现的爆炸 原因肯定就在此处 我们过去 血刀圣皇的灵石 横扫子府宫 便是一眼认出了 这爆炸核心的区域 他的身形移动 当即是冲着子府宫深处冲了过去 而那玉圣大尊者 也是紧随其后 一同进入到了子府宫的深处 在这子府宫的深处 接连不断的爆炸 依然是源源不断的响起 一股股强横无边 毁灭一切的力量 轰击在了楚风眠的身上 楚风眠已经是不知道被这力量轰击了多久了 但是他感觉到 这禁止阵法爆炸的力量 依然是丝毫不减弱 整个子府宫之中 所有禁止阵法爆炸的力量 现在都完全向着楚风眠的方向涌了过来 这令楚风眠现在的身躯 都是漂泊在这爆炸之中 他的身躯被接连打飞出去 但是现在的楚风眠 却是就连挪动一步的能力都没有 他的所有力量 现在都已经是凝聚起来 涌入到了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之中 死死的守护 这楚风眠的肉身 不会受到这爆炸力量所毁灭 神术的力量 也近乎是被楚风眠催动到了极致 就连楚风眠斩杀了那子剑圣皇 得到的血肉 现在楚风眠也都是 将其交给神术吞噬 来增添神术的力量 他的肉身 已经是要不知道被毁灭了多少次了 但是凭借 这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以及神术的力量 一次次的将这毁灭抵挡住了 楚风眠现在也很庆幸 他是选择在进入子府宫之前 选择将境界突破 凝聚出了小千世界 踏入了先帝境界 这才令楚风眠的实力突飞猛进 尤其是后来又斩杀了那千眼魔龙的龙爪 令楚风眠身上 仅剩下的一成不朽晶体 也是成功晋升到了墨浴晶体 因此 现在楚风眠凭借这凝聚了小千世界 带来的强大力量 以及那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 才勉强可以抵挡住 这子府宫内亿万禁制阵法爆炸 带来的轰击 若是楚风眠在踏入先帝境界之前 就进入到了这子府宫之中 只怕是这第一波爆炸 就足以是将楚风眠彻底的毁灭了 这亿万禁制阵法一同自爆所带来的轰击 绝非是一位鼓祖所可以抗衡的 不过现在 这爆炸的力量已经是逐渐平息了 这爆炸威力最强的便是最初的几波 现在都已经是被楚风眠抵挡了下来 接下来 只要是等到这爆炸的力量彻底耗尽 楚风眠就算是可以度过这一劫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股气息被楚风眠敏锐地捕捉到 他的灵石一直是笼罩着整个子府宫 子府宫之中的禁制阵法全部自爆 楚风眠的灵石也再无阻拦 将这子府宫完全笼罩 本章完